哈喽大家早安我是小便 那今天推出的这个活动他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 在韩版来说的话他是一个叫做世界副本的类型 就是跟以前的经验是跟以前的这个玩法是不一样的 他是由始祖制服器的玩家可以一起进入到这个 这次叫做沉默洞穴的这个地图里面去打怪 然后进去这个地图很简单就是你要先等级满70 好就可以花五万块传送进去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然后再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 好了传送进去之后因为他是不同的伺服器 所以他会有一点卡但是也不会说非常的卡 那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很多玩家在瞬移 那有些是可能进出这个 伺服器 那另外一点你还可以再注意到的是 你可以发现有些玩家的后面 这个ID的后面 是有写这个 他们伺服器的名称的 那这个的话其实 他是为了方便 玩家 来辨认说这个玩家是从哪一个伺服器过来的 那如果是自己伺服器的玩家的话 就会像这样子 像小编一样 后面是不会有一个挂号的 那其他伺服器的玩家后面就有一个挂号 然后在这张地图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蓝色的这个传送传送丝 好那那这些传送丝他都可以 帮你传送到不同的这个 地图里面去打怪 然后再来 他总共是有10个 就大概在围绕 围绕着中间这个圆圈 大概有10个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每个传送点都可以自己传送进去然后 里面的地图是 同一张但是会有不同的分流 好所以到时候在打怪的时候 如果说人数啊 人数上面 你进去的这张地图人太多的话你可以尝试切换一下 好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 既然这个世界伺服器 之后呢你按回卷 他回到的是现在这个地方 沉默洞穴 然后他不是回到刚才我们 在自己伺服器的这个村庄 好那如果要回去的话 要找下面这边有一个NPC 好这边有一个 奇言村庄传送是这个哈丁 你要找这个哈丁才能 才能再传回去 那个你自己的伺服器 好那在这一个 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的在这个沉默洞穴的范围里面你可以看到 地图上光看这个右上角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 NPC 好包括传送点NPC 然后魔法商的NPC 然后还有 补就是 以前在说在那个 雅丁大陆上面看到的NPC这边全部都有 活动商店也有 然后仓库啊 跟那个 贩卖道具的啊 这边还有回复女神也是有的 杂货商店 都是你可以来补 补水啊 这个 这边都是有的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在这边进行活动的时候是 不需要任何 不需要担心任何的补给问题 然后 接下来啦 进入沉默洞穴之后 虽然说他有一个 限制的时间 可是 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 在右上角这边还没有开始倒数计时的原因是因为沉默洞穴还是不扣不扣时间的 你可以在这边 三天两夜都没关系 然后你只要进入 从这个传送师的这个传送点进入次元裂痕的话你只要一进去他就开始算时间 然后 这边的同时也有 为了这个 这个 世界副本 所开启的两个 一个任务 就是 次元的裂缝 那你进去打过来之后呢只要打100只 就可以拿到 一定的经验值 然后还可以拿到 碎片 这个裂痕的碎片 那裂痕的碎片可以干什么呢就是可以找 NPC 来换东西 好那 小编的建议是 强烈建议大家把这个时间把它打满 因为你把它打满之后你可能拿到这个时间补充宝石吧 那时间补充宝石你就可以再来换一个小时的时间进去 好那里面的怪物他的强度是还好 你那个强度还好那 经验值很多 那重点的话他是可以打到 这个神秘的箱子 你可以换到这个神秘的箱子 好那 当然的话 这个最 最最过 最珍贵的还是他里面 每天晚上 目前台版是没有台版的官方没有写但是韩版的设定是每天晚上的10点 10点半 每天晚上10点半 从这个上面这一个 这边有三个传送点 这个是传送到boss关卡的 从这三个传送点 传送到boss的这个地图 每天晚上10点半 会有雷亚 就是 魔兽君王 雷亚 在里面 那 只要打死他100%会掉落 红布 还有英雄武器箱跟一些 跟一些这个 消耗品 等等 这个100%会掉落红布 光是光是这一点就其实非常有 这个价值 哦那我更正一下不是英雄武器装 是那个拉斯塔巴德的传说装备箱 这个的话 会在 1月28 1月28 才会公告说这里面会放什么东西 好那我们现在先进去这个 我们先带大家进去 boss的这个传送 传送点看一下 他这里面其实也是有小怪的 好那怪物的话官网上面就有都有公告了 就是魔狼啊蠢雏啊什么黑什么熊的啊大概就这些 强度不高你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打起来其实还蛮轻松的 经验值大概10万左右 好那要注意的是这里面都是没有钱的 这些怪物都是没有钱的啊你唯一的 这个好处就是打到那些宝物 然后 来换你的 换你的这些刚才那些东西嘛 好那有些装备呢到时候 呃因为因为沉默洞穴其实算是一个预先准备的活动啦 什么叫预先准备就是之后的 呃会推出一个叫拉斯塔巴德的地图 那那个的话就是 常态性的世界副本 那他每个礼拜可以进去的时间大概也是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好这个到时候看台版的设定 那里面可以打到的东西就非常多啦 里面可以打到东西就非常多 好包括拉斯塔巴德装备那个是在雅丁大陆是没有办法打到的 好 那这张地图啊这张地图 这个不能没有办法看地图 那他的这个地图 范围其实还蛮大的 那等到说传送进来之后呢 到时候要找boss大家要 尽量往前冲 据说据说他会在 12点方向的位置就是 你从中间门传送进来 刚正就是门传送进来之后往12点钟的方向冲 就会遇到了 好那 这是韩版 韩版的经验啊 台版会是怎么样的目前还不确定 今天晚上就知道了 好那这个是 次元裂痕boss传送点的这一个怪物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按回卷回到刚才的地方 好 按回卷之后就是回到这个沉默洞穴 沉默洞穴 好那我们先找杂货商 大概补给一下从刚刚打到现在 刚打那几只怪其实没有被怪摸到基本上 不会痛 基本上没什么好学 好那我们再进入随便找一个这个一般的传送点 好我们找一般的传送点 这个要花1万块进入 然后这边的怪物呢 呃就也是跟刚才差不多 好然后不一样的是 来 这个地方是可以瞬移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可以瞬移的 但是 在boss的 地图里面是不能瞬移的 好所以如果说在里面有玩家 跟你pvp的话 你是只能跟他打不然就是逃 好 只有这两种选择 好那这里面的怪物啊 难度都不难度都不高 好难度都不高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 把这个时间打好打满 可是要记得是每天因为每天晚上都会有 boss 每天晚上都会有boss 所以记得要留时间进来 等王跟吃王 还要打架 好所以 保守保守一点 可以留个 一小时左右 保守一点可以留个一小时左右 那当然说 如果说 不确定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今天整天的时间都先 暂时留下来也是可以的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进去找boss 这个是OK的 那活动这个 任务啊打完之后记得去换 换这个经验子 记得去换经验子 好那在里面的话大家就 自己打打看吧这个地图其实非常好练 非常好练 如果说 不怕叶子消耗的话 赶快进来 好那如果怕叶子消耗的话 等晚一点 等有boss的时候再进来 只能这样子的因为这个地方 建议还是说有叶子的时候进来 会比较好一点 像这种副本图其实就是 练功跟打宝的图 你没有打到 宝物 至少也有很多的经验 那如果说 你真的运气没有那么好的话那 也可以进来碰碰运气 因为 在里面打到 总有一天嘛 会打到 会打到不错的东西 好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 更正好 还有一点 就是 在进来这个副本地图之后啊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 这个buff里面会有 会有 经验值消耗 不是经验值消耗 那个叶子消耗 降低20%的这个这个优惠啊 所以 叶子消耗速度会减慢一点 但是还是 还是非常快啊 好 好OK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拉斯这个 沉默洞穴 赤源裂痕 副本的这个 介绍 那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 如果说喜欢影片的话 或者是想要收到最新的讯息 包括韩版 那 记得 按订阅 加铃铛 好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